在亚美尼亚南部的梅格里罐头厂 其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这些必见将会消亡美国 加拿大和俄罗斯 只在五年前这些公司 还滨银银银银银银 由于时频率的安全调整的改变 公司的经理 格里罗斯不得不投资 购买新的设备 购买新的经济和新的经济 想要获得贷款便更加困难 这里距首都埃里温约400公里 山路蜿蜒曲折 到了冬天更是举步维艰 这里除了水果之外 商品都需从首都运送 价格也很昂贵 但格里温找到了一个 叫做弗莱达的公司 他们对偏远地区的投资项目 格外感兴趣 尽管弗莱达是一个盈利公司 但经理提格兰·坎尼亚表示 他们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为此弗莱达投资了500多万美元 对10个有潜力的公司进行投资 希望能促进农村发展 缓解贫困 弗莱达的资金来源于 亚美尼亚政府和联合国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他作为股东 为企业提供一系列技术支持 像是改善金融管理体系 和国际食品安全认证 不仅如此 这项投资对当地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贯华达投资的就业率翻了一倍 在过去生活在这个偏僻村里的人们 很难找到工作 Lucy 安东妮五个月前来到贯华达投资工作 自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我的孩子们有很多败药 因为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没有失败 有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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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会发生了很多年轻人 贯华达投资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 他向当地农民保证 会采购他们种植的所有水果 果农佐拉 佐格梅燕说 过去他只能卖掉最好的无花果 而剩下将近40%的无花果都会坏掉 现在贯华达投资买走了他所有的无花果 使得他放心大胆地种植更多的树 亚兰马切兰也是这个地区120名果农中的一员 他也定期给贯头场提供原料 他也定期给贯头场提供原料 这样的改变在全国各地进行着 有了弗莱达的投资 还有另外一家果汁厂 他们从当地农民那里的采购量翻了五倍 公司销售额也增加了200多万美元 明年 弗莱达希望提升影响力 从而将投资额增加到1000万美元 用来改善偏远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 该节目由乔安妮·列维坦 为联合国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